好在王小飞扎了针 这女人的痛感也大幅减轻了 一盏茶的功夫之后 这个女人整个人都失去了力气 完全瘫在了主椅上 这时王小飞就看到那双 原本已是枯萎的双腿 正在如同吹气似的鼓了起来 成了 王小飞知道这次的治疗 应该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一道真气打入到秋水仙的体内 王小飞帮她恢复了元气 然后又把一颗丹药 喂到了她的嘴里让她扶下 这样做了之后 王小飞微笑道 婶子应该好了 你站着试试看 随着真气的注入 随后就是那颗药丸扶下之后 秋水仙就感觉到全身 都重新的舒畅起来 甚至充满了力量感 这时秋水仙才发现 自己双手都抱住了王小飞 顿时脸上就泛红 快速地就松开了手 李一家两姐妹 其实一直都在听着这里的动静 听到王小飞说 自己的母亲可以站立起来时 两姐妹就冲了过来 小飞哥 好了 小飞哥 我妈能站起来了 两人的眼里透着的是一种 惊喜之情 同时也有着一种 深深的担忧之情 有了凝骨丹 更是有着自己的真气培圆 再看到秋水仙的双腿 都已是充满了血色使 王小飞是充满了信心的 把银针一根根地拔出 王小飞站起身来道 你们扶着 试一下吧 妈 快试一下 黎兰却是细心 一眼就看到了母亲的双腿情况 指着那充满了血色 与正常人一样的双腿道 妈 你看你的腿 秋水仙这时 也是看向了自己的双腿 她同样是充满了惊奇 用手不停地抚摸了一阵之后 睁大眼睛看向王小飞道 小飞 这是我的腿 妈 快站起来试试 梨花已是扶住了秋水仙的左手 梨兰也快速地扶住了她的右手 俩人一左一右就扶住了秋水仙 坐在竹椅上迟疑了一阵 秋水仙有些不敢试了 看向王小飞的双眼里面 更多了一些迟疑 王小飞当然知道她的想法 是担心再次的失望 站起来吧 王小飞捏着拳头 鼓劲似的比了一下 得到了王小飞的鼓励 秋水仙试着感受到了 一下双腿时 却是发现 一直以来并没有什么感觉的双腿 真的有了一种感觉 感觉一时所及处 脚板心都有一种踩在地上的感觉了 难道真的醒了 放心 你能站起来的 王小飞又鼓了鼓励 妈 我扶着你 别怕 梨花用力扶着自己的母亲 梨兰也是用了全身的力气似的 母亲能否站立起来 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试着踩实了地面 秋水仙咬了咬牙 就缓缓地在两姐妹的晚服之下 站了起来 这时几个人都把目光投到了秋水仙的身上 只见两姐妹的扶着之下 秋水仙一是真的站了起来 王小飞看到秋水仙 还有些依赖着两个女儿晚服的样子 朝着梨兰使了一个放开手的眼色 梨兰慢慢地就把手放开了 这时梨花得到了姐姐的示意之后 也同样放开了手 当然了 虽然放开了手 梨姐妹却是做好了随时晚服的准备 不过 梨姐妹这准备明显没有了作用 站在那里的秋水仙 整个人都懵了 她被自己能够真的站立起来的事情 懵了 完全不知道 两个女儿已是放开了手 就站在那里发呆起来 王小飞向着秋水仙看了一下 脸上就露出了笑容的 恭喜婶子了 你从现在开始站起来了 妈 你真的能站起来了 梨兰的泪水忍不住 又再往下流出 梨花却是睁大了眼睛 看向自己的母亲 她同样也是被这惊喜之情 弄得懵了 能站起来了 能站起来了 听到王小飞的说话 秋水仙这时才有些清醒了过来 看着王小飞道 我站起来了 王小飞笑了笑道 你的腿已经好了 完全没事了 这时的秋水仙 却是放声痛哭了起来 她完全被这种幸福感冲昏了似的 站在那里 同样也是泪流满面 我站起来 在那里